视频中这款武器 它在钢铁侠 手日人 太空堡垒 等电影中展示出极大的杀伤 它就是极如炸弹 定义是将多枚小炸弹 装到一个较大的炸弹中 里面的小炸弹称为紫炸弹 因此 极数炸弹也叫子母炸弹 也就所谓的弹中弹 极数炸弹主要是空中投放 母体炮弹在空中分解 紫炸弹被释放出来 爆炸后炮洒出无数弹片 造成区域性杀伤 一些极数炸弹覆盖式打击面积 超级十个足球场大 用于攻击机场跑道等大面积目标 也用于攻击极军坦克 装甲战斗车辆 部队集结地等极军目标 是想上百颗小炸弹爆炸后 产生无数错位碎片乱飞 这对于地面人员来说 简直是人间炼狱 第一枚极数炸弹 首先由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 当时被称作蝴蝶炸弹 美国在越南战争 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伊拉克战争都大量使用极数炸弹 在伊拉克战争一次空袭中 美军出动30架飞机 每架飞机携带5枚重达1000磅的 CPU-107极数炸弹 后方爆炸后百万钢针弹片 从天岸降覆盖空袭阵地 伊拉克军队遭到了如如恋意般的打击 五分钟内四川上千人 战场非常惨烈 另外没有爆炸的极数炸弹 还会在土壤中一直存在成为隐患 直到被引爆 自1965年以来 共有4亿多枚极数炸弹 被使用在不同国家 以造成数万平民伤亡 基于极数炸弹的杀伤威力 2008年5月 全球共107国的代表 在都柏林达成极数弹药公约 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 但主要大国都未签署 这就很尴尬了 美军就认为极数炸弹要比地台式轰炸有效 在一段时期内仍需要它 就比如现在的俄乌冲突中 乌克兰要求美国援助MK20极数炸弹 但基于极数炸弹的特性 美国不得不考虑俄罗斯对这件事的反应和国际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美国给乌克兰提供了这么多武器弹药 早已经包含了极数炸弹的另一分之 莫敏弹 顺便提供极数炸弹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毕竟这万一美国库存最多难以销毁 只不过乌克兰投放困难 并面临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西方提供的这种炸弹 或是其他化学武器脏弹等等 最后都会对乌克兰土地农业带来严重影响 最终还是苦了乌克兰人民